那很多的话我老是问我我们家这个繁粉水 让我讲一讲 老花一你老是说不让我们买营养液 你这个东西不是营养液吗 你要了解繁粉水 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它也算是一种营养液 但是呢 它的一个作用体现的不仅仅是营养液 它有什么作用呢 主要是调节突氧酸碱度 有的话我说呢 用硫酸亚铁去调节突氧酸碱度可以吗 是可以的 因为我手上我们也有硫酸亚铁 因为硫酸亚铁呢 那极其不稳定啊 也就是说咱们经常见到过铁锈 氧化形容三件铁之后呢 植物是不吸收的 因为凹合铁的一个分子结构是很复杂的啊 这个不能抬杠 因为咱们说的是植物啊 只吸收这些双架的铁 就像什么呢 是吧 你就像它是一个凹进去的东西 它只接受突进来的东西去擦一下 它凹进去的东西它们没法结合 是这么个道理 你非得跟我杠那个咱不杠好吧 就说你了解这个事 它容易被氧化 有的话说呢 我可以用醋酸和柠檬酸去稳定啊 可以啊 但是呢 你这样的话 一个成本造价就上去了 你这样的话就很接近繁粹去了 它呢 是可以调节突厂酸减度的 另外呢 它还可以补充一些个有机质 因为咱们这个有机质含量呢 都是在一半以上的 还有呢 就是说可以 你像类似于这种缺铁性的黄化病 有的话也不理解 就是新长出来的叶子 白白的泛黄 不那么绿 那种呢 就是缺铁性的黄化病 有的话说 我用硫酸爱铁不就完了吗 当然了 跟人一样 是吧 人呢 有个叫缺铁性的贫血症 你单纯的补铁 所以跟不上 我们这里面呢 不光有铁 还有其他温量元素 所以说是这么个事啊 有的话 我也是说 我用了硫酸爱铁 黄化病没好 是怎么回事 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盆土呢 碱性过高 导致的这个铁流失 还有你们养的桂花啊 蚕花那些的胶边啊 都是因为碱性过高 导致的甲流失 你像黄化病呢 都是因为碱性过高 导致的铁流失 一般常见的 有锈球啊 枝子啊 茉莉啊 所以说呢 它是这么个作用 再有一个 另外这个事呢 有的华友说 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地 你这个发酵的怎么不臭 这个是能自己的 一个技术手段 还有呢 就是它也可以呢 去唤醒植物的 一个浆苗 好吧 这个东西呢 也是自己的一个 小保密配方吧 已经卖了好几年了 效果也确实可以 好了 咱们不刻意的推销产品啊 就是简单的 给你们说这个事 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来我直播间 每天早上十点半 是吧 咱们一起捞捞车 不见不散 我是老华一 养花这张衣 拜拜